礼拜二的时候,在德州的Uvalde市的Rob Elementary School罗伯小学 发生了一起大型的恶性校园枪击案 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19名儿童和2名成人在此次的枪击事件中丧生 枪手已经被警方击毙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事件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 以及我们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我们先从这名枪手来说起,他叫做Salvador Ramos 今年只有18岁,他就是当地人 根据他的爷爷说,他曾经就读在当地的高中 但是距离事发已经有一年都没有去过学校了,高中也没能毕业 那在这一次他拿着枪冲到小学里面射击的同时 他也没有放过自己的亲人 就在枪击案发生之前,他在家里先开枪打了他66岁的奶奶 之后才开车到学校去的 一个18岁的孩子在行凶的前几天才刚刚过了自己的18岁生日 奶奶还带着他去了饭店吃饭庆祝 怎么会突然做出这么极端的举动呢 根据他的爷爷描述,他平时在生活中真的是一个非常少言寡语的一个人 没有什么朋友,那平时在家里基本也都不太说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事件发生了之后 电视台对他爷爷的采访视频 他会花很多时间在他的室内吗? 是的,有时我会带着他去工作 不过很多时间,但我会带着他去工作 并不是很常去学校吗? 不,这个过去年他并不是去学校 他并不是去学校,但他并不是去学校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他们认识他们认识孩子,他们认识所有的事 你有没有看到他变怒了,他变怒了吗? 他很静悉,他很静悉 我想他的沉默寡言和他的家庭状况也脱不开关系 他会住到爷爷奶奶这边来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在两个月以前跟他妈妈大吵了一架 现在有的报道说是因为WiFi的事情吵架 还有的说是因为他高中没有毕业等等的原因 那他的家庭也是十分的复杂 他生长在一个充满罪犯的家庭中 爸爸妈妈两个人都是有多次犯罪记录的罪犯 妈妈还常年吸毒 就连刚才在视频中出现的爷爷也是一名重罪犯 你知道他买了那些武器吗? 不,像我说的,我不喜欢武器 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想要有非常正常的生活是很难的 他之前呢也在他们小镇的一个餐馆里面打工 餐馆老板说这个人呢他从来都不太跟别人交流 他来上班就是单纯的上班 一句话也不多说 到了时候就领工资 跟大家都没有什么交集 那他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说 他的精神方面也不是特别的正常 根据他的描述 说他们曾经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经常一起打游戏打篮球 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就发现 在青春期的这几年 他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他的举止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诡异 他们一起开车出去的时候 这个人他会拿BB枪去射路上的汽车 还有一次在公园里面 他看到他的脸上有一条一条的伤痕 他就问说 哎你这个伤痕是怎么弄的呢 这个枪手就告诉他是被猫给抓的 后来他才说了实话 他说这个伤痕 其实是他自己用刀往自己的脸上割的 他说他一遍一遍的用刀割自己的脸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因为好玩 那包括在枪击案发生之前 他也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出了他枪支的照片 并且和一位陌生的网友联络 说他有一个小秘密想要告诉他 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跟他联络 那么在对话的过程中 他也并没有透露他要去拿枪杀人 只是把这个枪的图片发给这位网友 让网友来帮他转发 那这个网友也并不知道 是在过后新闻爆出来之后才知道他就是那一个枪杀小学的犯罪嫌疑人 那他也在Facebook上面发出了三条信息 第一条说我要杀了我的奶奶 第二条发的是我已经杀了我的奶奶 第三条就是在学校枪击案开始的15分钟前 他发了一条说我要去小学里面射击了 那现在也正在对这个Facebook上面的言论进行调查 因为据说他并不是公开的发帖子在Facebook的平台上面的 是用私信的方式发给了某个人 那也有报道放出来几张照片 说他是一个女装癖 是变性人 是LGBTQ的成员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照片 那后来经过证实呢 照片里的人其实不是他 照片里的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变性人 这个人叫做Sam住在乔治亚州 那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枪手的一些基本资料 还有家庭背景 但是这一个枪击案的发生 马上就带出了美国长久纷争的一个问题 就是枪支权的问题 可想而知 在这一起事件发生之后 进枪的呼声越来越大 左派的各大报纸 电视 民主党的各个高层 全部都义愤填膺的宣传进枪 拜登在枪击案之后 第一时间马上就上电视 发表了一个演讲 那除了拜登之外 The View的主持人 Wuppy Goldberg 在这个时候也提起了 德州的堕胎法 他说 你们德州不是立法 说要是知道有人去堕胎 就可以举报吗 咱们把这个用在枪支上 好不好啊 以后我看见谁有枪 我就去告他 这样不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吗 Let's apply his abortion laws to guns by deputizing citizens to sue anyone involved in gun violence So you sold an AR-15 at the gun show See you in court Does your neighbor have too big an arsenal Call the cops Actually let's invoke some supreme court logic too Alito says abortions not in the constitution Well neither are AR-15s So I guess the constitution Don't cover them either Life is so sacred Then stop using guns to report young lives And stop using guns And stop voting for Republicans No don't stop voting for Republicans Yes But get better Republicans in there 我在这播放他们的视频呢 并不是想要多给他们一个平台 单纯的就是让我们的观众可以了解 以他们这些人为代表的左派 现在到底都在干什么 都在那里呼吁什么 他们在呼吁枪支法改革 他们在呼吁要投票给左请的共和党 那刚才呢 Wupe Goldberg在里面提到了 宪法第二修正案 说这个并不保护你拥有AR-15的权利 宪法第二修正案是这么说的 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 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不得予以侵犯 那这里面说到了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宪法里面当然不会写具体的枪支类型啊 不然宪法到底是要写的有多长 我管你是AR-15还是M-16 这都是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是不能够被侵犯的 所以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必须要维护的 这个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确保人民能够拥有一个自由的国家 为了防止政府暴政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人民手里有武器可以去跟政府对抗啊 但是这样对自由的保护 恰恰就是独裁者最害怕的 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向往极权的政客 做梦都想要拿走的权利 因为只要你把枪拿走了 人民就必须要乖乖听政府的话 到时候在政府的管理下 一旦发生任何事情 死的就不只是一个两个枪击案造成的后果 而是会由于愚蠢的政府做出的错误决定 杀死一大批的人 由于他们对于权力的渴望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的告诉人说 宪法第二修正案是错误的 枪是可以杀人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有枪击案发生 尤其是像这一次在学校里面的枪击案发生 他们就马上跳出来呼吁立法限制枪支 他们用愚蠢的不成立的逻辑告诉大家 是枪杀人不是人杀人 只要进枪一切的问题都会解决 他们在呼吁人民要自愿的把维护自由的权利交给他们 那当然现阶段来说 拜登他的口中不会说出禁枪这个词 他会说枪支管控 这都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要进行枪支管控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严格 以后只要发生枪击案 他就会把这个范围再缩得更小 再发生一次再缩得更小 一直到人民完全失去拥有枪支的权利 到了那个时候只能够任人宰割了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拿斧子拿刀 是没有办法跟拥有先进武器的政府抗衡的 当某一天我们的警察变成了红卫兵 变成了盖世太保的时候 没有武器的我们能够做什么 但是当我们的手中拥有让他们害怕的武器时 他们知道人民凝结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 这样不仅对想要极权控制的人有威慑的办法 而且也能够变成保护自己和家人有利的武器 对发生了这样的枪击案 没有任何人是开心的 我们的确应该做一些什么 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一些真正行之有效的事情 芝加哥 纽约 旧金山 这些都是左派严格制定枪支法的地方 但是芝加哥在一个周末就有14起的枪击案发生 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 为什么立法越严格 枪击案反而越来越多呢 但是他们不要你往这个方面想 他们要你相信的是要进枪 因为进枪了就和平了 把枪支法管控的更严格 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安全 这就是左派一直在利用的 想要夺取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力的借口 这怎么是借口呢 对吧 有的朋友会问了 这听着挺对呀 限制枪支那不就没枪了吗 没有枪的话 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安全 没枪他们就没有办法这样杀人了呀 首先就算进枪了 也不会没有枪 永远都不会没有枪 拜登打开美墨边境的大门 每天有多少非法走私的枪支进到美国来呢 你就算是进枪 你就算制定各种枪支法 法律管控的再严格 那也只是对于我们这一些守法的公民的限制 不守法的人他就是不守法 不让杀人他们照样杀 不让盗窃他们照样偷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这么多繁琐的政府制定的流程 去正规的枪店买枪 黑枪那么方便 一大堆为什么不买 进枪进的只是我们这些想要买枪自我防卫的人 那些真的想要杀人的人 不需要去政府批准的地方买枪 所以进枪导致的结果就是守法的公民手中 没有保卫自己的武器 那么当坏人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如果你有枪 情况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你的手里有一把枪 你在面对着拿枪的坏人的时候 你跟他就是平等的 不管你有多么瘦 不管你的体型比他小多少 他就会怕你 因为他看到你手里有枪 你的枪就是会杀死他 你看自从弗洛伊德死了之后 就是左派媒体说的那个警察跪杀黑人 那个案件发生了之后 有多少人仇恨警察 有人敢带着枪去警察局扫射吗 他们不敢 为啥呀 因为警察都有枪啊 而且还训练有素啊 他知道 他只要一把枪亮出来 马上就会game over 所以枪手偏偏喜欢挑 没有抵抗力的地方去杀人 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够阻拦他 他可以一直杀一直杀 一直杀到警察来了 把他打死为止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说的不是要禁掉所有合法公民的枪 而是要怎么给在学校里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保护 那么根据1990年布什签署的法令 学校是禁枪区 在学校附近1000尺内都是禁止有枪的 这个法案的初衷呢是为了要保护学生 因为枪很危险 但是却偏偏变成了这些枪击案的懦夫最爱的地方 因为他知道学校里面没有一个人有枪 不管是校长还是老师 因为这里是禁枪区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一直都在呼吁 说要取消学校是禁枪区的这件事情 一个手工 只有一个人有枪击案 或是一个人想要做一个人的枪击案 那像是在军糊里 and入面上军 那像这里我来过来 我来就来一下 我们需要做智力的枪击案 当他们看到这种枪击案 那就是这个人有枪击案 人们都会撞到猪中的组案 我觉得它有一批从教组上就让人们知道 那么从这一次惨烈的校园枪击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学校需要更多的保护 我们要用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金钱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更多的加强自卫和自我防护的教育 而导致凶手做出这样令人发指极端选择的原因 通过他的过往跟家庭也不难看得出来 吸毒的妈妈 离异并且犯罪多次的父母 重罪犯的爷爷 在上学的时候被人欺负被霸凌等等 或许我们能够了解到的 也只是他18年短暂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不难发现 道德品德的教育 价值观的建造 家庭的教育 父母榜样的力量 人生的信仰 对于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的社会现在生病了 左派大力的推进觉醒文化 左派对于家庭的摧毁 以及道德观 价值观 人生观的践踏 导致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家庭 正在生产出更多的神经病 我不是在骂人 我说的是真的 心理疾病 mental illness 那么在圣经被踢出了学校之后 在美国接受了更多来自各国的外来移民 但是并没有及时的向他们传讲 美国建国的基督价值观的时候 人们来到这片土地 就自然而然的理解错误了自由的定义 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变成了 毒品 性泛滥 变装皇后 同婚 变性 他们被网络上的暴力和黄色网站吸引 他们把网上扭曲价值观的鸡汤 当成人生的真理 什么爱情不分先来后到啊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人们放纵自己 不再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是圣洁的 因为他们相信 要及时行乐 要活在当下 因为人生苦短 所以要极尽所能抓紧时间去做 让自己很爽的坏事 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关爱和正确的教导 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都是毒品 脏话 消极 说谎 不负责任 他们学会了肮脏的东西 但是他们没有学习到传统的美德 没有接受到婚姻的神圣性 以及身体的圣洁 一男一女的婚姻 积极的人生目标 以及一切积极向上的基督教的价值 这解决起来并不像左派说的一样 只要进枪就可以全部解决 要慢慢变好 需要我们每个人付上代价 我们既要抓住宪法赋予保护我们自由的权力 我们也要竭尽全力的保护每个人宝贵的生命 其中选举的初选马上就要到了 有观众朋友问我们说 AI News有没有什么选举指南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我参考了很多保守派组织推出来的建议 那基本上来说 选项的大体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要说准确性跟便利性 我比较认同的是Election Forum 这个网站出来的选举指南 这个网站是基督徒保守派的组织创建的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快捷 你只要输入网址ElectionForum.org 进入到网站的主页 就可以直接在页面上 看到加州和田纳西州的选票指导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同工很有限 所以只能做出来这两个州 如果你住在除了加州和田纳西州之外的地方 推荐你使用ivoterguide.com这个网站 那么最后再叮嘱大家一件事 6月7号那一天 一定一定要去现场亲手投票 不要把你的选票交给任何人 也不要提前使用邮寄选票 好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里莎 我们下次再见 男嘉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嘉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 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